以色列最近非常的活跃,除了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,还袭击了续军整地,并且直接越境派出部队,在叙利亚境内设立了军事禁区。 以色列被誉为中东小霸王,也被称为中东小老虎。 之所以有这个称呼,是因为其总是非常的强硬,偷袭,前八世人的打击,更是数不胜数。 以色列有过多次长途半袭袭击伊拉克、伊朗的事件。 当然袭击林巴兰、巴勒斯坦、叙利亚更是长线的事。 前不久以色列还宣布,打击续境内的伊朗军事目标,不需要告知叙利亚,也不需要尊重叙利亚主权,可见其强硬的风格。 以色列在攻击叙利亚军事阵地之后,又出手了,这次的理由是有一架叙利亚无人机,飞入了以色列境内。 据海外网7月12日报道,当地时间7月11日,以色列先后发射了数枚导弹,攻击了库奈特拉圣北部的哈达尔地区,及一些市镇附近的地区。 以色列国防军承认了这次导弹袭击,以色列向俄罗斯表明,不会直接干涉巴沙尔的政权,但是绝对不能允许伊朗军事目标在叙利亚存在。 如果叙利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,那么以色列将会直接自己解决。 当然导弹袭击仅仅是以色列发出的警告,也许今后还会有更大的行动。 以色列国土报网站指出,如果叙利亚解决完南部叛军,那么叙利亚与以色列在哥兰高地的边境将直接打通。 伊朗军事力量成绩进入,将会对以色列造成严重威胁。 以色列必须采取行动,以色列国土报网站透露,奉行先巴制人原则的以色列,已经动员了3万预备一男女士兵服役,参谋总长加迪将军。 还有以色列行动局,作战局的将军们,都已经赶到哥兰高地视察战备情况。 根据以色列国土报网站报道,以色列北部军区四大主力之一的第210师,已经进驻哥兰高地。 也就是说目前哥兰高地至少有第11预备一旅,第679预备一装甲旅,第209预备一炮兵旅,和第595战地侦察营,第474格兰高地旅,第9预备一奥戴德布兵旅等至少5个旅的兵力,紧住了哥兰高地。 以色列媒体指出,当前的叙利亚根本不是以色列对手,以色列也没有将其当作对手。 但是伊朗的军事力量,却是以色列的最大威胁。 以色列绝对不允许其震透到以色列边境,在建立美国打击伊朗的同时。 以色列的打击重点就是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力量,在以色列军事活动频繁,很显然以色列在筹划大规模打击伊朗在叙利亚军事力量。 打击行动越来越高调的情况下,会不会引起伊朗的反击,局势会不会恶化的都是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